随着孵化在巨星中的活跃,太虚剑气这个体系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中 由于玩家们对这个体系的争议比较大,今天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这个体系 首先太虚剑气可以看作是神鹰的应用实力,将神鹰和格斗技融合才创造出了这门武艺 神鹰的本质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通过刺激大脑神经,让人类朝着更吸引崩坏人的方向发展 也就是说神鹰能够逐步让人适应崩坏人,这一点和太虚剑气中的太虚剑心功能是差不多的 太虚剑气被奥托三改后,成为了驴武神的心理训练材料 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神鹰约等于剑心,约等于驴武神心理训练 这其中神鹰包含的内容和副作用可能更多一点 剑心次之,驴武神心理训练更少,然而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让凡人的躯体能够承受崩坏人,让身体朝着更吸引崩坏人的方向成长 甚至把身体化为崩坏人的容器和通道,这样一来就能进一步的运用崩坏人 太虚剑气共分五蕴,分别是心、行、异魂、神 太虚剑心是基础,太虚剑神则是最强绝招 所谓太虚剑神,就是延伸和塑造崩坏人的技巧 什么叫做延伸和塑造呢? 说的直观一点,就是把无形的崩坏人整成一把剑的样子 然后用这把剑去攻击敌人 这把剑不仅可以在物理层面造成伤害 还能延伸到精神层面,对精神造成打击 所以太虚剑神是由内而外,无法可挡的一招 既然明白了太虚剑神是一种崩坏人的运用方式 那它的威力自然和崩坏人的量级有关 这个结论来自于浮华的一句台词 浮华曾经说过,修炼剑心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时剑神的最基本条件 也就是说剑神需要一定量级的崩坏人才能发动 而律者天然就可以操控大量的崩坏人 所以根本不需要去狠狠的练什么剑心 假设,我是说假设啊 使用一次太虚剑神至少需要消耗一千轰瓦的崩坏人 但空之律者能够直接从律者核心中扯出两千轰瓦的崩坏人出来 那你想一想,两千轰瓦的太虚剑神墙还是一千轰瓦的太虚剑神墙 这个结论能够解释为什么Kiana打赢了石宝 在镀成动画短片中,石宝使用了太虚剑神 Kiana也使用了太虚剑神 为什么最后石宝输了呢 并不是剧情过于维新主义 而是因为石宝只有一颗绿者核心 但Kiana体内有多颗绿者核心 就算这些核心不能完全为Kiana所用 作为绿者,稍微从别的核心中拿点崩坏人出来也是可以办到的吧 所以从能量的量级上来看 石宝没有赢的可能 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说石宝没有使用太虚剑神 而是使用了刺灵大招的黑化版本《飞进旋灵》 因为石宝的剑心动摇了 在中途换了招式 我觉得吧,编剧没有必要这么写 首先,石宝发动技能的时候 额头上出现了菱形的图案 这是发动太虚剑神的预兆 Kiana使用太虚剑神时 额头上同样出现了类似的图案 最新的剧情中 黎树桑发动太虚剑神 依然是在额头上出现了类似的图案 剧情是给大部分玩家设计的 不是专门给我这种喜欢深挖设定的玩家设计的 中途换招式只会让剧情变得 无法被大部分玩家理解 其次,就像我刚才所说 绿者不需要有很稳的剑心 了解个大概就行了 因为他们不需要剑心赋予的操控崩坏人的能力 绿者本身就可以操控大量的崩坏人 所以剑心不稳这个说法不是很行得通 最后,编剧没有必要再整一个设定 去解释飞镜玄灵这个招式 飞镜玄灵在视觉表现上 是一只火焰能量化作的鸟 对敌人发动攻击 那么这个鸟儿从何而来呢 除了用崩坏人塑造而成 是找不到其他设定的 而塑造崩坏人 正是太虚剑神的特征之一 在第二次崩坏漫画里 浮华本人使用太虚剑神 也出现了这种鸟 只是画师在鸟的四周 加上了剑的轮廓 不太容易看得出来这是一只鸟 看完这些 想必大家对太虚剑心和太虚剑神 有了充分的了解 那么我们现在来解决一下 目前的问题 浮华是怎么样接下太虚剑神的 像一期视频 我已经粗略地讲了一下这个过程 它靠的是过往和经验 还有运气 在第二次崩坏中 浮华的太虚剑神 第一次失守 这是它的过往 而当浮华回忆起了一场断斗的时候 它想到了一种化解太虚剑神的可能性 这是它的经验 具体的化解过程 是靠意识层面的心壶 和现实层面的神之剑 以下是心壶的定义 当一个人修炼太虚剑心之后 就会在意识中出现心壶 心壶有四层境界 止水 浮成 明镜 太虚 这四个境界和太虚剑气的五蕴 是不一样的 有着地镜关系 也就是它们会越来越强 但浮华作为太虚剑气的开创者 这是因为浮华本身的剑心已毁 这片心壶是由太虚企图 存在它脑海中的人格碎片创造的 在后续的剧情中 浮华还说了 剑心的碎片与我有大害这样的话 表明剑心碎掉之后并不会完全消失 而是化为碎片存在于意识之中 剑心的碎片和太虚企图的人格碎片 即使不是对等的关系 也应该有着较高的联系 这片心壶 我个人觉得 大概就是浮华的剑心碎片 重新组合构成的 在对心壶的描述上 有这样一段话 一缕微光洒落在其上 穿过湖面产生折射 最后触碰到黑暗的湖底 方向直接和入射时的光线相反了 浮华看到这个现象后 心中发出了感慨 还常常的叹了一口气 黄白解释说 这是浮华确认了自己的判断没有错误 所以松了一口气 这些描述的含义是什么呢 浮华说过 太虚剑气只有剑心和剑神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也就是剑心是为了运用周围的崩坏人 剑神是为了释放崩坏人成为武器 那么如果剑神本应释放的崩坏人 被剑心吸收甚至折射 你就达不到用剑神攻击的效果了 这也是我的结论 那就是浮华吸收了崩坏人 让这些崩坏人重新扭转直至消失 而不是硬把太虚剑神挡了下来 如果是硬挡 那么能量之间的碰撞 必然会造成物质世界的破坏 但事实上周围什么都没有发生 在远处Kiana的视角里 太虚剑神一线疾敏 没有任何破坏的迹象 也就是说 星弧折射了剑神运用的崩坏人 这些崩坏人似乎被流转到了 神之剑卧台须中 因为战斗之后 描述卧台须的句子是这样写的 黑金色的拳套 折出一道是有实质的灵光 随即化为积粉 在刚才对于星弧的折射描述上 也用了光这个词语 所谓灵光即为灵结的光 凝固的光 我个人的理解是 这里的光代表的就是崩坏人 灵光代表李树上 释放台须剑神时的崩坏人 这些崩坏人被浮华用星弧 折射到了卧台须中 随后消散在了环境里 因此没有造成任何破坏 更形象一点的说法就是 浮华的身体就是一个管道 通过特殊的方法 管道将李树上的崩坏人 导向了其他地方 剑因此无法保持坚固的形态 重新化为了能量流转 所以无法造成伤害 当然也可以理解为 浮华的身体以及卧台须 流转了现实中的崩坏人 星弧折射了意识层面的崩坏人 甚至是挡住了意识层面的进攻 因为意识层面即使发生了碰撞 可能也不会对物质世界产生影响 这也是能够解释的通道 剧情并没有明确这些事情 所以还是看大家是怎么想的 那么李树池哪种看法呢 总之浮华的做法属于是化解 神舟武学讲究化劲 四两拨千斤 这便是我能分析出来的 关于太虚剑神的所有设定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还有主观猜测 勉强给了大家两种较为合理的解释 有不同的看法 也请大家在评论区友善讨论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看完记得点个赞 拜拜